42. 新聞晚報 國產動畫良心之作 2015年7月14日民體新聞A 27月10日 西遊記之大勝歸來 夏清,大勝歸來 在全國正式上映 對其前後夾擊的事商業營銷能力突出的小時代四和之紙花開 並沒有人太看好這樣一部國產動畫電影 未增賞 三天後大勝歸來票房破益 口碑幾乎零差平 沒看之前 這故事簡介感覺略山寨啊 國產動畫 啊 有時改編自製郵寄 怕是趕著火熱的IP潮流 剛開始看 啊 這特效和畫面都還不錯啊 看完之後 真是國產動畫的良心之作 超過五萬人觀影後 在鬥返網上為這部夾縫中的國產動畫片打出了10分 即8.8的高分 首先大勝歸來是一個新的劇本 唐真環是個小孩 算吳空也並沒有法力無邊 在原創貴佛的今天 大勝歸來不是翻拍經典 沒有買網絡小說 真正地講了一個英雄成長的故事 其次影片的人物和場景都刻畫得很用心 單單是小唐真的頭髮 就隨著劇情推進不斷長長 更別說最後大勝從披戰甲的華麗變身 據導演田曉鵬介紹 為了更加真實 這部動畫電影採用了實拍攝影的跟拍方式 所有的宏達場景都要精細搭建 每一場戲都像實拍一樣 有完善、正確的站位、走位途 要考慮所有人物關係、運動關係 保證所有細節的合理性 再有影片的配音和配樂也堪稱精良 反派混沌由配音界泰斗同志榮魯先生演繹 音樂監製示威功夫等周星馳電影配樂的王英華 所納、琵琶配合打鬥場景 結具中國風、西遊記衍生出來的各個版本的孫悟空 幾乎佔據著不同年齡層的中國觀但紅記憶 幸好大勝歸來並沒有遭到這份情懷 雖然故事情節比較簡單 有些3D畫面圈染得不夠完美 無打動作的設計有著好萊塢大片的影子 但走出電影遠不會有想當受騙的感覺 拋卻情懷元素 這依然是一部好看的騙子 我們看到了誠意 也看到了希望 本部記者宣佳欣 電影 可以堅持出分架 注意 報告 25 11